记者王俊中台南报道 红都拉斯吉霍伦明安伦今凌晨在高雄外海翻覆 十四名路海船员周英尼大厨周庙生最后获救 今下午四点多被台南海巡队巡罗艇送回台南商港码头后送一 海巡员长述 周南会讲客家话 并说这是第一次上船档厨师 心想可多赚些钱 没想到选送了小命 幸好平时败妈祖 是妈祖保佑他能再看到三个孩子 踏上码头的周庙生看起来人很惊恐 面对记者询问是否OK 他只点点头 其他不愿多说 周庙生不会游泳 海巡队员长述 他自称是印尼华侨 过去曾到美国 日本等国当厨师 这是第一趟上船当厨师 因为这趟月可赚新台币三千五百元 想到为了多赚点钱 差点没命 觉得很伤心 以后不敢再上船当初湿了 周庙生说 因为很怕水 不安水性 货轮翻覆时 其他船员都跳下海 只有他不敢跳 直到凌晨两点多 跟着沉默的货轮落海 就这样从暗夜飘到上午九点多 在海上漂流七个多小时到安平外海 被安平吉隆峰二号渔船人员发现就起 真的很感激隆峰二号救命之恩 台南海巡队带领长阳成辉转树 周庙生说 漂流时海浪很大 喝了很多海水 一直吐 很难过 或之后身体失温 不断发抖 海巡马上提供棉被包覆保温 也提供热茶 食物 但终都吃不下 原本看起来还算坚强 没想到快到码头时 周庙生可能想到怒海一生 大难不死 情绪激动到突然痛哭失声 海巡员连忙安抚 祝福他 杨成辉说 周庙生在海上漂流七个多小时 能获救真的很幸运 一般来说 过去海巡救援也很难遇到这种奇迹